大家好,我是二姐,今天分享一个大学时期最喜欢的一款方便面的做法,先准备两块方便面。 下入烧开的水中,变软后用筷子将面冰搅散。 大火煮两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。 放入清水中过一下凉水,这样可以使方便面更加顺滑。 再准备两根火腿长斜刀切成片。 准备一个小碗,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,用筷子将它搅散。 充分的搅拌均匀。 热锅烧油,油热以后倒入蛋液。 用筷子将鸡蛋炒散成小块。 把切好的火腿长倒进去,蘸写干净的青菜也倒进去。 炒好后关火。 再把煮好的方便面也倒进去,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。 一勺老抽。 一勺老干妈。 一勺蚝油。 一勺白糖。 用筷子将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。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一道火腿青菜炒方便面就做好了,口感劲道。 一个人吃一大盘真的超级过瘾,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